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7月21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Terry 随着北戴河会议和中共二十大的日益临近 中共党内各方势力的博弈进入关键阶段 近日中共驻美大使秦刚 中俄没有结盟的言论 和中共总理李克强不会为了过高增长目标 而出台超大规模刺激措施的言论 被外界认为是在给盟于争取连任的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演要 综合报道 对于中共与俄罗斯是否已经结盟 中共驻美大使秦刚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最新答案 中俄没有结盟 二十日 秦刚试图推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 与俄罗斯建立无上线伙伴关系的声明 暗示在莫斯科入侵乌克兰的过程中 外界对中俄关系存在误解 今年2月 俄乌战争前夕 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北京发布中俄联合声明 宣布中俄合作无上线 会后时任中共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还称 中俄关系上不封顶 友谊无上线 没有终点站 只有加油站 不过 乐玉成此后突然被调离中共外交部 20日秦刚在阿斯鹏研究所安全论坛的非正式谈话中提到这个声明时表示 这是对中俄关系的误解 中俄不是盟友关系 有分析指出 无论出于什么目的 秦刚的论调似乎和习近平并不同调 美媒政治家评论指出 秦刚说这番话的时候 中共继续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上走钢丝 拒绝谴责莫斯科 同时保持与邻国俄罗斯的贸易 这让美容关系更加紧张 本月早些时候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告诉中共外长王毅 中美本身在许多议题上存在分歧 中共在乌克兰战争中支持俄罗斯将会让中美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据华盛顿邮报6月曾报道 莫斯科请求北京提供更多支持 兑现中共公开宣布的合作无上线的承诺 但中共担忧触犯西方制裁 并罕见暗示普京早点主动停战 有分析指出 与额有益无上线 已成为习近平的巨大负资产 此外中共足利李克强近日 在世界经济论坛全球企业家视频特别对话中 一番言论被解读为是在挤兑习近平 用老百姓的话来说 就是在给习上演药 海外时评人士唐靖远分析 首先李克强在讲话中点明了 说今年二季度受新一轮疫情等超预期因素冲击 经济下行压力陡然加大 四月份主要指标深度下跌 这一句话就已经把习近平的责任给定死了 什么叫受疫情等超预期因素啊 意思就是 疫情我们有所预料和准备 但没有想到有超预期因素 这个因素当然就是习主导的清零封城 其次 李克强整个讲话最核心的一句 不会为了过高增长目标而出台超大规模刺激措施 什么是过高增长目标 显然就是李克强指的就是习近平要求全年经济增速 必须达到5.5%这个指标 这是习近平要超过美国证明东升西降的硬指标 所以李克强在这里说得很清楚 第一 习总书记的指标定得过高 有点拍脑袋工程 第二 不会拔苗助长去搞超大刺激措施 不会为了冲这个指标而出台拍马屁决策 说到底就是一个意思 不会帮习近平收拾烂摊子 谁宠的祸谁自个收拾吧 就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是否应该在今年夏天访问台湾 美国总统拜登20日表示 美国军方现在不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 秉称未来10天内 他或与习近平会谈 引发外界对于佩洛西访台形成或因此生变的猜测 对此佩洛西办公室21日对媒体重申 不会预先证实或否认佩洛西的国外出访行程 金融时报此前首度报道 佩洛西8月访问台湾计划以展现对台湾的支持 如果成行 这将是25年来首度由美国众院议长访台 该消息一出立即引发中共强烈抗议 威胁恐触发两岸军事紧张 美国总统拜登20日被问及对佩洛西可能访问台湾的看法时回答说 军方认为现在不是好主意 但我不知道佩洛西访台计划的状况如何 据中央社报道 佩洛西的办公室21日最新向华盛顿邮报表示 鉴于时薪已久的安全惯例 我们不预先证实或否认国际出访行程 正在台湾访问的美国前国防部长艾斯珀 同一天在接受媒体联合访问时表示 他不认为应该让北京决定美国官员的访问行程 艾斯珀说 让中共对美国决策有太多发言权是目前美中政策的一大问题 美国应该做正确的事 据报道 艾斯珀认为 美国政治人物亲自来访台湾很重要 才能真正了解台湾的情况 有机会与台湾领导人会晤 了解台湾正在发生的事 这将帮助美国政治人物形成决策 他同时还强调 他认为美国政策很需要更新 现代化 一个中国政策已经过气了 美国需要一个全新的视角 他说事实很简单 美国还要担心美国议长访台 会引起北京何种反应 正代表美国需要重新解释政策 中国有关部门对网约车公司滴滴 处以80.26亿元人民币的罚款 结束了对该公司网络安全行为长达一年的调查 中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在21日的一份声明中说 经查时滴滴违反了中共当局的网络安全 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法 除上述罚款外 滴滴首席执行官成为和总裁柳青 分别被处以100万元人民币的罚款 综合报道 7月21日 中共国家网信办官网发布了上述对滴滴处罚的决定 官方调查称 滴滴共存在16项违法事实 主要有8个方面 如违法收集用户手机相册中的截图信息 过度收集乘客人脸识别信息等 对此处罚 滴滴很快作出回应称 诚恳接受 坚决服从 接受处罚 认真整改 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指出 滴滴公司需要缴纳高额罚款 然后其手机程序才能在国内应用商店重新上架 这笔罚款约占滴滴去年总销售额的4% 该评论指出 北京当局去年针对科技巨头设立诸多新法规 但在今年 强硬的清零政策对经济产生不小的打击 各界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忧不断增加 本次 北京政府放松对包括滴滴在内的部分企业的监管 是出于努力追赶经济增长目标的需要 金融时报的报道分析 中共当局对滴滴开出天价罚单了事 这是习近平在清零失败 经济崩溃 失业率飙升下做出的面对现实的选择 报道指出 尽管习近平将在今年的二十大上寻求他的第三个任期 但他必须面对经济现实 及新冠疫情清零造成的铃声凋敝 全球通胀 停贷等金融风暴蔓延的现状 习近平当局此时结束 对滴滴出行长达一年的调查 就证明了这一点 报道指出 滴滴在被打压前在中国雇佣了1300万司机 现在在清零政策的压力下 今年失业率达到创纪录的19.3% 为了挽救经济 现在当局允许滴滴签约更多客户 给更多司机提高就业机会 这对中共来说 或许是个不得已的好主意 美国拜登政府正在使用 华为设备的美国手机信号基站 蜂窝塔 是否能够获取美军敏感信息 并把这些信息传回中国的问题 展开调查 这个消息来自路透社21日 发出的一篇独家报道 报道原因 两名消息显示披露 美国当局一直对华为 可能通过其设备 获取美国军事演习 和军事基地的战备状态 以及人员状况等 敏感信息感到担忧 消息显示说 美国商务部在拜登总统 去年上任后不久 就启动了相关调查 前总统川普在任内 发出总统令 赋予美国商务部 进行此项调查的权利 美商务部调查的重点是 华为设备是否能够通过 智能手机获取敏感信息 其中包括通过短信 和地理位置的数据 接下来 美国政府将会对华为 采取何种惩罚性措施 目前还不清楚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认为 位于美国军事核情报机构 所在地附近的 安装有华为设备的蜂窝塔 是美国政府格外关注的目标 该委员会的 五名委员之一的布伦丹卡尔表示 蒙塔纳州马姆斯特罗姆 空军基地就使用了华为技术 这个基地是美国境内 三个监管导弹发射场的基地之一 卡尔表示 智能手机发出的数据 存在着被华为获取的风险 可能会泄露这些地点附近的部队调动 路透社引用卡尔的话说 存在着非常真实的担忧 如果发生洲气弹道导弹打击的话 某些技术可以被用于早期预警系统 前呼万唤万维TV终于为广大粤语观众朋友们 增设粤语新频道 大家好 欢迎收睇今期的万维的报道 我们是Serena 用粤语陪你见证世界局势风云 紧贴及时热点新闻 世界面面观 星期二到星期六粤语新闻 定时放送 万维TV粤语台 和你深入阅读世界脉动 粤语新频道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往观看和订阅 好了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